那今天为大家做的红烧大虾又完成了 你看到那些虾那些基维虾是非常之大 而且你看到都会炒到很干身的 因为原因就是那个红烧和这些你见到的配料 那你见到姜那这个辣椒呢 那是非常之野味的 那这个就是红烧大虾了 好,各位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这个红烧虾 那当然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些基维虾了 那非常之新鲜的 那其实买了回来就处理了头和脚就剪了 那方便去吃 那当中里面的配料就是这个的姜 蒜头 那辣椒 色可而止 那这个八角 那我们会加少许糖调味 那这个就是这个生抽 老抽 和这个味噌 或者你可以用酒去取代的 那我们就开始去煮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红烧虾了 那首先第一样东西当然是要加些油去爆开些配料 那我们要加少许的油 好了,将些油呢 拌均匀在锅上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加这个配料的了 那首先第一样东西我就会加了姜 去爆开些姜 OK 那我们今次呢 都是选用这个老姜的 因为出来的那个味道呢 是会浓一些的 所以我们就会加这个老姜 加这个白角 和这个蒜头 好了,炒香去 那一下呢 好,或者关上大面呢 那,站到隔壁呢 都会聞到那股白角的香味 其实这个白角呢 是主要在那一个给它的味道出来 OK 好了,把这个炒香去 好了,关上小火一点点 那我们就可以下那个虾了 这里就是那些虾 刚才也说过 每一只虾 我扭刀剪掉它的脚 和头很腻的位置 方便它进食 我现在放下去 哇!你会看到的 基本上不用怎么拌 主要是拌的配料 拌均匀 放下它 那时候它就很快熟 好了,其实已经锁熟了一半 其实很快熟 那我们就可以拌一拌 你会看到这个菜 是很简单的 好了,其实基本上 一锁下去,过了一阵 其实已经有大半熟了 那我们开始 然后呢 就可以加少许的甜味 那首先第一点 我们就会加一个味淋 那如果家里有酒的话 也可以加酒 那加少许就可以了 好了,然后呢 再加这个生抽 少许 和这个的老抽 去上上个颜色 拿回少许的糖 去调味 今次呢,我就选了这个黑糖 好,去到最后呢 下来点辣椒 加大小小的火 然后呢,就可以大炒了 那其实呢,你看到那些虾呢 都已经上了那个老抽的那个味道 和呢,你看到这个色水呢 是非常之靓的 好了,其实煮这个红烧虾 我想那个秘诀就是什么 那个虾一定要够新鲜 那其实基本上呢 你吃下去的那个味道呢 就非常之好吃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三火呢 就上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红烧虾就已经完成了 谢谢大家